按照我們的國家 還有一名的新冠病毒感染者 也沒有發生了 武漢肺炎肆虐全球 至今超過兩百萬人確診 一百八十五個國家淪陷 會在中國與南韓 兩個疫情重災國之間的北韓 宣稱國內保持零確診 不少人卻對數據保持懷疑 北韓只有很限定的測試 根據外媒報導 北韓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 截至4月初全國有2.4萬人隔離 700多人接受篩檢 全呈現陰性 相較之下南韓所有1萬多人確診 但已執行超過44萬筆篩檢 嚴格把關 不過研究北韓的美籍專家認為 北韓疫情可能真的不嚴重 專家表示北韓是極權國家 能迅速執行國家政策 確實可能惡阻疫情 國內更剛舉行多場高階政治會議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和多名人民代表 都沒戴口罩近距離與會 如果國內疫情告急 不可能如此鬆懈 不過北韓公共衛生體系脆弱 恐怕成為防疫破口 外界擔心北韓公衛警 體系不穩定 民眾更普遍營養不良 免疫力差 一旦疫情在國內爆發 將產生災難性後果 莊社綜科報導